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學習瓦島 看成長有多好的學習 冰姐經歷了人生有很多不同的處境 但每一次冰姐都發掘了一個新的境界 繼續向前繼續向上 升懷自己生命的質素 其中一個是雷曼 今次對我們香港人說話 逐月香港沒有錢的生活是很困難 其實冰姐當時有一群朋友讓她開解 還有她做運動 睡覺 舒緩很多事情 你覺得冰姐的解決方法 你們生活家會否是其中一種方法 去推薦給你們的客戶 很重要的 我們這叫身邊的支援系統 剛才所謂的冰姐說朋友很重要 其實有一個人去聽你討論 這種角色是很重要的 可能她不會給你答案 譬如你找個男士去討論 她說這樣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說過 你也是這樣 反而不是女士需要的事情 女士可能就是 她需要有人聽她說 給一些情緒上的共通 即是同理心 你說我也明白的 未必有答案給她 有時就是女士要求一個這樣的 我們叫做一個溝通的 一個情緒上的舒緩 就不是真的要拿一個方案 所以有時我們做輔導的角色 很多時都會有這樣的作用 就是我們不是每次都要給對方方案 要怎樣做 而很多時就是給一個情緒的支援 情緒的輔導 我們叫做一個扶手柄 扶著走一會兒 你懂得走就自己走回 即是電台的白韻琴 有用的 真的有很多人打她 真的有用的 是否有用的 聽解而已 我猜有時是有些人 是真的沒有人可以說 譬如不敢跟家人說 她便信任電台主持人 慢慢聽她說 她慢慢覺得自己有個聯繫 或者真的打電話幫了她 你有沒有試過跟陌生人 談一些很簡單 即是那天困擾的事 又會舒緩 譬如的士司機 真的很塞車 那跟的士司機勝出兩句 其實好像又舒服一點 有時有些事情跟陌生人說 是好像感覺是會來得… 你會暢快一點去說 會不會的 我試過 試過很多次 不是太熟 好像吹完水又舒服一點 是 我更多 因為的士司機 有時有些司機 其實這幾年我去做家長會 其實有些人我不認識 但他知道我是誰 他會走過來跟我聊天 又怎樣怎樣 說到自己的子女 又說到一些家裡的事情 甚至有些我試過是 我完全不認識 但譬如他先生有小三問題 他會說 但其實他不是問你拿答案的 他可能想 我想找人說 不知為何找到我 我坐在旁邊 大家進行在同一個活動 聊一聊 他就說 有時我多數都會聽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也是 他想告訴你 他覺得你好像 是願意聆聽的聆聽者 還有我覺得可能這樣也幫到他 還有角色上可能 因為冰姐也是知名人士 亦都給別人有很強烈的信任感 這是有幫助 因為為何要跟那個人說 你不相信的話 你不跟他說 你不覺得他會幫到你 也未必跟他說 所以這個 我們有時 有些角色上 會特別容易收到一些訊息 當中我有一個 我聽冰姐在那邊說 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學習想 冰姐姐有沒有機會教我們 就是 因為你跟前夫 也很開心 大家很有共通 原來人會變的 變了變了 大家有不同的環境 就是不同的方向 你會怎樣給一個 一個中谷 一個 將來你的女女 可能會結婚 會有男朋友 然後會結婚 亦都會相處 你怎樣在這裏 你會怎樣去 去給一個中谷 新婚 已婚的朋友 你應該怎樣經營這個關係 我自己就是失敗的經營者 但我失敗之後 其實我也明白了很多東西 我反而覺得 其實婚姻就是等於一個合夥人的關係 你一定要跟你的 大家雙方 是要志同道合 你才可以 一起走那條人生路 所以我覺得如果兩夫妻 一定要培養一些興趣 或者一些娛樂 甚至是嗜好 是可以一起做的 然後在一個中一過程 就是一同成長 而且要一起玩一件事 或者一起喜歡一件事 你會有很多事情 談 談 研究 那兩個的關係 就會越來越親密 如果譬如你有你搞 他有他搞 或者你有你賺錢 我有我做事 其實慢慢的 大家真的越走越遠 大家朋友圈子 越來越不同 然後價值觀又不同 然後其實很難走下去 冰姐其實真的很重提 以前的事情就是這樣 我們見得到一些個案 其實有時也挺難過 有時開西江時大家很好 金桶玉女 然後發覺 好像冰姐所說 一起經營一個關係 一起做一些事情 有些人說 兩個夫婦怎麼可以一起做事 其實當然有爭執 但原來這件事 爭執裡面 是對事不對人 其實那個成長是很好 大家原來在這個過程中 互相學習 有爭執裡面大家無合 無合的話 你在這裡 我在那邊 但是中間會走一堆 就是中間的位置 還有 就算知道對方 即是不認同也好 明白對方的立場 這個過程中 也有很多經營 我想有經營關係 就是這樣 當然也有些事越走越遠 即是 一起去做 好就一起越走越近 不好就越走越遠 這個就是有些人 經常說 因此了解而分手 聽到這些字 其實會也會發生 所以就是緣分 是嗎 是的 其實我跟冰姐聊天 你一陣子 較早時間有一部分 其實我很深刻印象 就是講到冰姐的婆婆 是嗎 是 離世 其實知親離開 有很多人要用很大的力 去站起來 或者放下這件事 正確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什麼事 在冰姐 就是紅白寺一層 是的 也有女女 是嗎 對 對 所以你的專注力 就會放開了 嗯 因為可以其實 因為雙悲 我叫做Loss Loss Grief 就是一個損失了之後 那個所謂傷心 是有一個模式的 就是它有一個步驟 就是無論是離世 不見了什麼都好 離婚 或者是分手 都是經過這些 我們叫做不同的步驟 一開始就是 可能你不相信 惡號來了 不會的 不會的 不會在我身上發生的 可能會不相信 你是否騙我 是否真實的 那可能有時候 就是在一個位置 你開始 覺得這件事不是假的 是真的 那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點點 惡號 會生氣 就是 為甚麼是我 不應該這樣 就開始有些 戰鬥的事情 可能也會去到一個位置 可以商量 討價還價 不好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不病不行不行 我做了一些善事 我沒有癌症 行不行 然後每一個家庭 都有一個掙扎 每一個家庭的過程 然後慢慢就開始接受期 接受期 那時候就開始準備一些 如果真的說是病痛的離世 可以準備一些身後事 自己說這件事 如何處理 如果有些分手 那些事情 可能就會慢慢 又會嘗試其他生活 都會經過這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 都要有陪伴 要大家談 有些人在情緒上 或者在生活上 會支援得到 都會幫助到 所以我們很希望 我們在台上 都會給予相關的訊息 給大家 如何面對不同的挑戰 好像很精彩 或者是很精彩的人生 到最後 你會發現 原來可以是 完全是一個 扭暗花明 又一圈的地方 可以是精彩到不得了的人生 所以我們在大 Bulgaria 他是一圈 après 有人都已經猜了 就是